在陕州三园中,面积最大的是张村园,现在园上有一个镇,48个村,常住人口超过10万。 过去张村园地下水埋藏浅,农业发达,园上的村落大都发育良好,这些村子最初都是沿着台地边缘修建的靠崖咬洞, 之后人口增加,人们搬到圆面顶上,沿着一些流水冲出的路沟继续修建靠崖咬,等人口再增长以后,就在圆面平地上开挖地坑院。 人更后大爷是张村园上南沟村简指传承人,他说人是一族祖籍山西洪统县,明初永乐年间迁入河南陕州。 清代初年,人是第八世祖搬到南沟村定居,南沟村东西向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深沟,宽度十多米,深度约六七米,长约一公里。 村里最古老的靠崖窑洞都分布在路沟两侧,人更后家的四孔窑洞开挖于清代中叶,西面一孔近深达到了13.9米,东面一孔进门后需要下半米高的台阶,走下去才能进入窑洞。 这种院落一半临街,一半靠崖,是介于地坑院和靠崖窑洞中间的一种形式。 人更后的祖宅最初分为南北两院,中间隔着主路,前面是临街的铺面和大门,纵向由厢房和围城窄四合院。 清代中叶以后,随着人口增加,人们逐步在南沟坡顶上开挖地坑院。 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,看到村里现在还有30多处地坑院,半数以上的都只剩了一个深坑,保留完整的大约五六个。 人更后说,过去农闲时,南沟村家家户户都减纸到集上去卖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们一次赶集每人就能赚到十几块钱。 南沟村的剪纸都是黑色的,大幅的贴在窑洞四壁,抗围,桌围,灶台上,小张的贴在窗帘上,经久不坏。 关于黑色剪纸的起源,有的说是源于黑色辟邪,有的说是源于夏朝,因为夏朝崇尚黑色。 不过后来考虑到夏朝还没有纸,这种说法不攻自破。 人大爷说,南沟剪纸在过去主要用于窑洞里的永久装饰。 很大一部分剪纸是书法作品,因为黑色耐看又不容易褪色,因而成为主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